无哲大会 无哲大会是佛学里面的专用的术语 就是平等供养出家人 摘身 这个佛华里常讲 亲生摘 今天我们请一千个出家人吃饭 供养供摘 那么所供养的呢 完全是平等的 这叫无哲大会 一定由圣行生来应供 修斋的人啊 有福了 真正种到福田了 宾陀罗真的常常来应供 哪个地方 有人修福 他就来应供 他来的身 是必然化身 你看不出来啊 跟普通出家人没有两样啊 这个 供呆的呆主 心里头有沉浸 心里头有沉浸 沉浸是感 尽着就有沉浸 感应到教啊 如果供者没有诚意 他不会来 要有沉浸 要有沉浸 修福 我供呆 就是为了求佛报 求智慧 求祝佛菩萨 明明当中 加持 第十三位 加六推 教化第一 我们今天讲 教育家了 加利陀仪 泛作黑光 这也是 释迦牟尼佛的十年 感谢 惊喜 写 谢谢大家